第一屆的Junior NBA台北战 进入白热化阶段 最后的冠军决战 即将于7月9号 在新庄体育馆点燃战火 赛前记者会上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NBA球星 Danilo Gallinari清零现场 给予打进冠军赛的球员们 一些场上跟场下的建议 除了给予个人的建议 Gello还在现场与球员一同PK 投篮九宫格 并当场处罚输掉的一方 做伏地挺身 而被罚的球员虽然有点球 不过能跟NBA球员互动 还是让他们感到超新鲜 很开心啊 第一次跟NBA 球星互动 很少有这种机会 可以接触到NBA 现在这种一级的球星 虽然还不知道 下一个造访台湾的NBA球员 会是谁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五天的宝岛之旅 让Gallinari非常的享受 所以在记者会的最后 他也说 I had a lot of fun and honestly I want to come back next summer if I can YTU新闻采访报导 I have a lot of fun